如果没有石油 中共石油公司为什么要去看看 开直播就石油争议直接讲明白 太平岛挖不挖石油 高市议员高敏林正预算问题 恐怕问错人了 有没有国际投资客 有没有石油 行政院要不要开发 周边国家能不能产生共识 如果都达成 当然我们高市政府也许有一个机会 挖石油全责归经济部主管 怎被绿营议员瞎扯 变成地方说了算 石油议题被操作成选战话题 行政院长苏珍昌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 开口就是猛酸 可是苏院长说这一席话的同时 另一头马上遭到经济部长沈荣金 给狠狠打脸 终有会根据这个印藏量 以及有了印藏量以后 我们进一步去探勘 探勘完以后我们就会 终有会进一步去评估 有没有开采的价值 那这样市议员那边是不是问错对象 这个我不辨表示意见 认了中油确实在探勘 国民党立委廖国栋也拿出 中油109年度预算书 其中探勘费用路上编列了11.7亿元 海域8700多万 国外则编了37.4亿 总预算高达50.39亿元的探勘费 苏院长乃至高市议员忙着刮韩骨鱼胡子钱 难道都没先做好功课 这个权责不是一个市政府可以做的 不是哪个县市政府可以做的 那我们就一起让韩总统 当选总统 让他指示我们的中油公司 快速的准备好的去太平洋去开挖 绿营每日一黑寒 想拿跳票狂攻韩骨鱼 却连权责机关都傻傻分不清楚 指路为马还想硬凹 这回踢到铁板自打猎 这是陆成一轩李佩轩 台北台东报的